然後我拉抽屜拉得太大 像你打到他肚子 是想要墮胎是不是 他是很神奇這樣罵我 就不要是不是 老公選520等級海涵一生一世 Makio運渡被撞 努標拿小孩 偏意外 意外做人成功的Makio 5月20號下午1點14分 等級結婚 求婚三貴絕差9扣的老公小金 收次被Makio帶出場受訪囉 剛求完婚禁期你怎麼樣 很澎湃 一些像做夢 我已經慌了 我真的好慌 我真的人生第一次這樣 不然 第一次次 第一次 我們實際交往其實已經差不多半年了 但是三個月就發現換了 差不多 在我們還沒有正式的結婚之前 所以我跟他懷疑上小孩子的事情 我反而覺得說我不會見他 有懷疑不能你就吃起來了 他第二胎 你希望有第二胎 我覺得老婆承受一次就夠了 我捨不得 怎麼說胎實際關係呢 其實我一開始剛見到他的時候 我其實對他有好感 那一直到年底的時候 然後我才鼓起勇氣 跟他說 我們沒有時間 我比他老 他就說 我們沒有時間 想說你XX也會禮貌啊 我其實就是抖M 我其實就是喜歡他所有的一切 超級無敵被虐訪 他約這樣對我其實越愛他 他必定是公眾人物 他之前的一些新聞 會影響到對不對 對 那都是被媒體綁的 你在罵他們 所以你不要這樣子 我忘記 他可以 在私底下的他 是連一隻螞蟻都捨不得殺你 他喜歡餵鳥吃麵包 是 然後他餵到老鼠都來我們家了 他還很開心 新聞上的那樣子 完全是對他的負面的攻擊 那完全是不對的 不是我認識的他 我工作太晚的時候 他都會叫我去睡覺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都會覺得他非常的體貼 這個是大家都會喔 對我來說 他就像是天上的仙女一樣 所以當他做任何 平凡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感到很感動 可以到這裡了嗎 那你們交往期間 有很常吵架嗎 磨合是肯定會有的 哪一對情侶不吵架 最嚴重的一次磨合 我拉抽屜拉得太大力 這樣就嚇到他肚子 他就說你是 你是想要墮胎是不是 他就很生氣這樣罵我 就不要是不是 那就這樣子就吵架 還有是來臨這樣出手 我有 因為我們手機是可以互看的嘛 就工作上的服務員 就Gay啊 或者是那種 就是可以講寶寶早安啊 什麼那種 他就會說 早上起來在已經忍不見了 可是正在男生的立場 我沒有辦法忍許 這種人叫我老婆 我很會吃醋 那這樣你在醫美都服務女客人嗎 你有也可以吃醋嗎 這當然可以吃醋 但我覺得我的尺度都保持得很好 我眼裡只有他 他就是幫我擔心的 他誰先道歉 當然是我 永遠都是我先道歉 畢竟我是老婆 家事都不在做 家事都不在做 而且我本來就認為 你全部該做的不行 對我來說老婆是拿來騰的 我從來沒有做過叉燒 我還很努力的去學做叉燒 這件事情你有沒有感動 你要當Email還是要當美食家 我要做你老公 可以跟我結婚 真的是很笨耶 在我心裡沒有任何人能夠取代他 愛你一聲一聲